我是三十岁高中生但照镜子时我却是三千岁的神 只要我和神合二为一就可以穿梭世间所有的镜子 这个世界的恶魔藏在镜子中普通人无法看 一切皆因那天巨大的镜子入侵地区 无数人被镜子中的恶魔夺射 夺射后的他们成为有异能的变异 但其实被夺射的人却早已死去 可我不但能看到镜子中的恶魔 甚至可以进入镜子变成神干掉它 而就算是西平的手机 也可以被我当成镜子穿过 但这一切皆因那天 我只是跟着其他同学轻轻抬头 镜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座倒立的城市 而那城市竟和我所在的城市一模一样 同学们纷纷猜测那是海市圣龙 可我却看清那分明是一面镜子 一面比城市还要大的镜子 可奇怪的是镜子中的倒影只有建筑 没有任何人类或别的生命 不对 有人 可只有一个人 但那个人竟然是我自己 可那个倒立者的我竟对我露出圣人的笑容 但这个笑容我已经在梦里见过一千多次 而此刻的外太空中 空间站检测到大面积不明物体 发出警报 并且成像仪式灵不能捕捉不明物体 紧接着宇航员们彻底僵住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用肉眼看清那个不明物体 那物体竟然是一面比地球还要巨大的镜子 呼叫地面 呼叫地面 巨大镜子入侵地球 与此同时地面上的镜子竟突然急速下来 镜中的我那双眼睛也愈发冰冷邪魅气 那个眼神我记得 那是我经历过一千多次的死亡的感觉 糟了 要来了 突然之间我身体迅速冰冷下来 仿佛隔绝了所有情感 这是我进化出来的一种禁令 情绪隔离 而这种能力 是我杀死自己一千多次探户 一千多次 我在噩梦中杀死了自己 噩梦的起源是三年前的那天 那天我开大音量听着凤凰传奇 至今我清晰记得 我当时应该撞上了一面镜子 而那个触感除了弧形的汽车挡风玻璃之外 一席间 我好像还撞进了一个平面的镜体 接下来的事情我说出来没人信 那些碎裂的镜体碎片 竟然全都瞬间插入了我的体内 得益于医生的精湛医术 我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但我苏醒后医生说好奇怪啊 从伤口来看应该有挡风玻璃碎片 进入了患者身体 但各种检查都未发现 体内有任何镜体碎片 我深深怀疑医生的结论 我体内如果没有东西 那当我闭上眼睛之后 看到的他又是什么 从此我连续三年的噩梦开始了 我每晚撑着自己的眼皮不敢睡觉 甚至借助疼痛让自己保持清醒 但偶尔我会用力过猛用短钻把自己拍晕 然后那该死的噩梦就再次醒来 而每次醒来我都惊恐至极 因为我每次都会梦到另一个我要杀掉我自己 更恐怖的是我入梦后会忘掉之前所有噩梦 也就是说 入梦后面对要杀我的另一个自己 我每次都毫无防备 直到我听到另一个我对我说话 他总在问 你是谁 一旦我和另一个自己相遇 就会开始厮杀 每次相遇都不例外 每次都不例外 没有一次 例外 我就这样在恐怖的梦境中杀死了自己 一千多次 而我每次醒来 都是懵逼状态 他是我的死挡间同桌张震 他每次在我醒来都会拿个破镜子递给我 他已经习惯我每次都会睡傻 所谓的睡傻 是我每次醒来都不记得自己是谁 所以我总是要借助镜子中 那张和噩梦中一样恐怖的脸 才能唤醒记忆 现实的记忆此时就会像过电影一样涌进我的脑中 那些记忆碎片告诉我 我叫张义 18岁 是一名高中生 但我 真的是张义吗 我终于也记起了张震 他因傲人的发迹性 获得绰号南极先翁 可我才刚刚醒来 所有同学却都聚在一起 看向了窗外 然后所有人就看到了 故事开始时的那面巨大镜子 我不理解除了在噩梦中 为什么还能在巨大镜子中见到癫狂的自己 由于我隔离了情感 巨大镜体坠落下的那个我没有对我造成影响 而我有种强烈的预感 但凡我被镜中自己影响了一丝情绪 刚刚我就会暴毙而亡 我的同学们都陷入这种器官中无法自拔 他们看着碎裂的巨大镜子在空中慢慢变成碎片 并慢慢消散到虚空 纷纷感叹好美 如此看来他们并未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 而当我再次抬头看天 却发现那巨大的镜子依旧悬挂在半空中 那刚刚坠落的镜子是幻觉 还是天空中此时呈现的是另一面镜子 就在此时 我看到了眼前还未消散的镜体碎片 那碎片里面 竟然是刚刚上课打准的噩梦中 被我杀掉的那个我 我继续观察 竟发现我在每个镜体碎片中都能看到一个不同的我 不知为何他们每一个都有一根红线和我相连 而且每一个都是曾经在噩梦中被我杀掉的我 我顿时感觉身体传来一阵恐怖的含义 我刚刚与每个碎片中的我对视 都会传来仿佛死掉一样的感觉 那么天空中这面巨大镜体中 会不会有一个想把我真正杀死的 巨大 凝狠 恐怖的存在 南极先翁张震拍拍我肩膀问怎么 脸色怎么如此难看 我怕吓到他于是立刻微笑转身 伙计我没事 伙计我很开心 可他拿出手机说我给你看一个劲爆的东西 手机论坛里有一个匿名用户 正在对巨大镜体进行解密 而且看他口气好像知道一些内容 他帖子中放出各地网友的投稿视频 说据悉 巨大镜子不是只出现在某个城市 而是全球所有城市 他甚至不知从什么渠道 搞到了空间站视角下的视频 那里分明有一个比蓝星还大的镜 映照着蓝星上的一切 他说我们整个蓝星应该是都被镜子包裹 而他竟还能搞到军方视频 那视频里清晰显示着 飞机和导弹都可以完整穿越镜体 所以他推测巨大镜面极有可适 可就在关键时刻 那篇帖子竟离奇消失 就好像有高层的人在组织信息扩散 你和张震愤怒 卧槽 没了 怎么办 张震怒吼着 点赞评论收藏 快回复悟空最最帅 无奈我只能继续抬头观察镜面 我发现不但如帖子里所说物体能穿过镜子 就连从镜子背面射进的阳光 也丝毫没有被阻挡 可突然我发现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军 直升机 果然 军方和上层正在密切关注着此次事件 与此同时街道上武装部队开了进来 各位同学请听好 街道上面通知 武警部门在附近进行应急演练 从现在开始 未接到通知前 所有人不得离开教室 人群开始骚动 大家开始照做 但很明显没有人真正相信军方的解释 突然间半空一架直升机离奇爆炸 剧烈的冲击波扩散开来 但我隐隐感觉到 有一个莫名的生物朝着我的方向急速奔来 但我不能确定 因为我看不到它的任何身影 我抬起头 有种直觉 一切都是这面大镜子倒的鬼 而我这次抬头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我看到镜子中除了我 又多了一个人 竟然是张震 但镜中张震的状态明显不对劲 他的眼神仿佛来自地狱 突然间 竟有一只手从张震胸口中探出 老张老张你快看了 天上的那个是你吧 你在倒影里又长了一只胳膊 突然间我意识到事情不对 突然 地上的老张不对劲 他竟猙獰着朝我扑来 我不敢确定现在的他还是不是张震 正在引导同学回教室的保安大叔看到我和张震扭打了起来 校主任也被吸引了过来 他怒视你们两个哪个班的 我竖到三里可听手 不然之节即打过 停手 我当然想停手 可宝宝心里苦 张震此刻根本不像人类 终于我用巧劲把张震甩开 可谁知这憨憨没站稳撞在了柱子上 这一撞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蹲坐了下来 老张 大哥你可别死 你死了我可说不清啊 快说你们班主任实睡 主任乖哈 你先歇会儿 别闹 我走向前 害怕张震撞出毛病 可张震却突然抬头 像个鬼一样傻笑了起来 这可把我吓坏了 这货可傻了 旁边主任还在嗶嗶 这个图顶旁痛血 大家装死你还有脸小 主任被张震气坏了 非要走上前去给张震的教训 主任你别闹 你没看出来他不正常吗 别烂我 我要主持正义 而张震此时发了狂 他竟用脑袋对着柱子死命可取 我去老张 你可别真英勇就义了呀 这位同学你看到了哈 我可没碰他 是他自己撞的 你要给我佐证啊 紧接着来了一群医务人员 他们经过的时候把我往旁边拽 并且把所有闲杂人等都拦在五米开外的地 他们说病人需要新鲜空气 不许任何人靠近 可我看到他们的眼神 根本不像普通医师 最终所有人都回到了教室 但我一直在观察那些医生 直觉告诉我他们根本不是医生 这是同学们谈论起网上的热搜 第一条是天空一变境内悬空 接下来竟是变异人出现 有人可以像蜘蛛一样在树直的墙上攀爬 某个少年突然之间可以操控蛇群 难道老张也是这种情况 这场变异跟静体有关 而此时那群医生还在摆梦着张震 这更印证了我的想法 真正的医生处理伤口怎么会这么做 可接下来的一幕着实把我吓到了 我看到那些医生 身上竟然有枪 这时有同学拉我看最新的直播爆料 有一个叫严君的网红博主 说他知道一些内幕 并说要给网友一些提醒 他提醒现在有人觉得变异获得超能力是好事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他在直播中放了一段视频 一个女子当街掐死丈夫 但警方抵达现场后 他却说和丈夫从不认识 然后他徒手重伤了三名阿瑟 并摧毁了两辆车 迅速逃离现场 至今不知所踪 严君说种种迹象表明 所谓的变异 其实应该是被某种未知存在侵占了身体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夺射 听到夺射两个自我症状 我忽然想到这三年来我每天的噩梦 会不会是夺射的过程 三年来如果我失败一次 是不是就真的死了 或者说 我已经被夺射替代了不知道多少次 我不再是张艺了 要不为什么每次醒来 我都记不得自己是谁 而我身边的同学觉得严君威严所听 就开始刷已经变异了的主播去了 有个健硕的主播一跃20米高 直接飞过一节老城墙 他甚至可以不借助任何水上设备 直接在水面上奔跑 老天们安得睡上瓢杂样 老天们点赞管主不秘录 班长甚至说自己期待能获得飞上天的能力 这样追笑花就可以守到擒来了 看着同学们无所畏惧的样子 我隐隐感到剧烈的不安 放学后我迎着夕阳的余晖 找到了当时直升机爆炸的地方 这里很明显有被莫名生物毁坏的痕迹 如果张震是被莫名生物夺射了 那可以得出夺射前的生物 是可以对现实物理世界造成破坏的 可以隐移在镜子中 现实世界中隐身不可见 还有强大的破坏力 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回到家的我依旧不敢入睡 我也无法确定张震是否已经变异 我得想办法就张震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于是搜出人类穴位 当时天空中的净体碎片在我身上设下红点 我觉得跟人体穴位有些关系 没准我会因此开启修仙经脉也说不定 但那些穴位好像跟我的红点有点对不上 于是我继续寻找答案 从量子力学到驱绿胡微粉 最后到母猪产后护脸 而这时时间已经来到半夜两点钟 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急 我的周围竟然腾起一阵白色的雾气 我下意识抬头向天上看去 天上镜子中一直存在的那个我 竟然消失不见了 怀着心惊我从阳台回到屋里 可我突然感到家中穿衣镜里 有人正在注视着我 噩梦中那个阴狠的我 静出现在了现实的镜子中 灯使我发起了狠 能杀你一千多次 也不差这一次 而等我一脸凶相走向镜子 镜子里的那个我却逃走了 我心想莫非是镜子有问题 而当我手朝镜子伸去 竟然突然出现一股犀利 把我拉到镜中的世界 这里的摆设 镜跟我的房间全都是相反的 我突然明白了点什么 回过头看镜子 竟然看到刚刚从阳台回来的那个我 我当时明白 所谓的两个我 其实是两个不同时间线上的我 那么之前噩梦中 我每次都在拼命逃跑 自己杀了自己一千多次 有没有可能是在人的潜意识中 害怕和自己相像的同类 所以把恶的预设 加在另一个我身上 才会拼命厮杀 所以这一千多次 一分钟前镜中的我面对刚从阳台回来的我 逃走了 但这次如果我再次逃走 会不会陷入噩梦中那样的无限厮杀循环 想清楚这些后我对境外的那个自己说 够了 一个俯从我从镜中钻出 来一场超我和本我的全然相遇的小宝贝 果然我可以摸到上个时间线的自己 此刻我成了我噩梦中追杀者的角色 但我的目的已经不是杀 过来吧你 小宝贝 此时雾气在起 一变横生 空间中出现了无穷无尽的镜体 照应出无穷无尽的两个我 随后一股强烈的赤力 将两个我分开 紧接着我便跌落进一个莫名的空间 我静在半空中 下一秒我开始跌落 跌落进天空里厚厚的云层 终于停下了 我周围还是厚厚的云层 我跌落到地上却没有受伤 我的面前竟然出现了一个宏伟的古建筑 而建筑上正漂浮着 无数面镜子 而其中有两面镜子 竟然是我房间里的镜子 等我再走到建筑大门 却看见一副对脸 是非真假莫太痴 终究还是镜中人 这难道是在嘲笑我 而横批 镜面管理局 什么鬼 拿门扁当横批 就在这时巨大的门自动打开了 我告诉自己别怕 我连自己都敢杀 只管进去有啥好怕的 而当我看到大厅里如此正能量的标语 顿时放下心来 我华下人在华下 是世界上最幸福安康的事 但奇怪的是 这个宏伟的建筑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溜达到一个房间 上面写着间隙警员室 警员室的柜子里有一套警服 我一摸 料子好像不错呀 可紧接着指尖传来一阵巨头 那套警服竟然钻进了我的身体 一大大铺 我一个钢铁直男 竟然被一件衣服给上了 不对 给进入了 而那套衣服在我体内消失了 可我能感应到 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肉 这时屋里穿衣镜上出现了字体 欢迎成为镜面管理局首位间隙警员 不多使我的姓名档案也出现在了镜子上 它还着重说明我目前无特殊能力 只有低级警服一套 穿着低级警服可以自由进出镜面管理局 紧接着镜子中出现了一个阴森的人影 而那阴森人影离开后 镜中又出现了惊慌失措的张震 很快张震身后出现了一块镜子碎片 而碎片里是一个丑陋的生物 终于那生物从镜子碎片中钻了出来 于是我再次看到了 下午在天空镜体中看到的那个画面 最终张震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看起来不像人类的人 我顿时明白了 镜子在向我传达张震最终会被夺射体的 就像那些已经变异的人一样 全都变成另外的人 或者说另外的怪物 这时镜子再次出现文字 他对我发布了任务 三天内抓捕张震身上的破坏及违法穿越者 为了让我任务成功率更高 管理局还奖励了我一瓶翠体 可我喝下去之后竟感觉 好爽啊 虽然我从未那个啥过 但我觉得翠体的感觉 一定比那个啥更爽 翠体液喝完我发现我力量增强好多 三根手指就捏爆了翠体液的玻璃皮 皮肤也光滑细腻了好多 如此看来 我应该变得更英俊了 这时镜面弹出重要信息 大意是就算身着警服 出入管理局也仅限同一面镜子 如果穿梭后镜子碎裂 警员将永远被困于镜面世界里无法离开 我花了三个小时 把空荡荡的建筑溜达一遍后 终于走了出来 而我看到刚刚半空中 所有的镜子都降到了地面上 我也终于找到了我房间的那面镜子 当我把手放在镜面上 瞬间我身上的警服就自动穿起 不得不说 此刻的我真帅 果然穿过镜子 我原路返回到了自己房间 而在我的视野中 镜子里的自己已经穿上了警服 随后我单手抬起了沙发 果然力量增强了不少 那么 接下来 就是去 南极先翁张震腾讯 张震在被夺射过程中晕倒 然后被医生送往医院 而我来到医院 竟被军人拦下 而此地的军头 正是当时假扮医生 把张震带走之人 同时我发现了惊悚的事情 我从镜子中窥探到了 他身上有恶魔 而我能看到恶魔 皆因我管理局警员的身份 此刻我还不能确定 这个军头是否已经被彻底罗数 也不敢确定 他如今的立场是人类还是恶魔 但他突然对我说 你可以跟我进来 这着实把我吓了一条 因为我看着他人类的那张脸 但同时能感应到 他的恶魔正在慢慢凑向你 观察我 审视我 他把我领进一个房间 说要对你进行一些询问 询问结果合格 才能放你进去探望 此时我极度紧张 这货该不是想在这里干掉我吧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 还有我和张震的关系 然后他直接主题 问我那天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他在问张震 被夺射时候的事 此时我无比确信 如果我的回答中 透露出一点我知道恶魔的事 很可能我会被当场干掉 于是我说我不知道 只是说那天张震发神经了一样 和我有些肢体冲突 可他的恶魔张开大肚 对着我就要一口咬下 妈卖屁豁出去了我 因为我刚才的说辞 就算能骗到正常人 也骗不了他的恶魔 他的恶魔能感应到 我心里有所隐瞒 我必须说出我心中 真实想法才能过关 我大喊一句变异人 我说变异人的征兆 就是先发疯 这些都是我在网上 看博主讲的 我想知道张震 是不是也变成了变异人 所以我来八卦一下 我不 来确认一下 你知道变异人 好哭号牛批的吗 君头正主 但他身上的恶魔 却回到他的体验 君头脸上露出笑容 他的恶魔 一定在告诉他 这小子说的是实话 君头说你可以进去 你们这些少年就喜欢中二 但我要提醒你 变异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憋着刚才 差点被吓出来的那 努力假装自己腿还没有软 站得起来 没错 虽然我要来除魔 但我本质上 还是一个中二少年 我终于见到了 傻憨憨一样 躺在病床上的张震 可奇怪的事发生了 我用手机当反光镜 却并未发现他身上有恶魔 我狐疑地看着手机 身为管理局警员的 我也只能在镜中 才能看到恶魔 莫非西平的手机不是静体 就在这时 我看到手机反光中 张震的恶魔出现在了我身后 这不科学 博射的恶魔 不可能跟宿主离体才对 而此刻我所有的举动 都在军方的监控下 君头手下说 好队 这有什么可监控的 这不就是个中二少年吗 你看他看个病号 还要先给病号拍照发朋友圈 可好队却发现了不一样 因为我手机是西平状态 而且开始拿着手机左右晃动 可我晃动手机 是为了捕捉到恶魔的影像 而且我发现那恶魔 只是在我身边徘徊 但他好像看不到我 我把手机扭来扭去 那个恶魔的眼神 却从未和我对焦 经过试探 我终于确定一件事 至少恶魔在物理世界 看不到除了宿主之外的其他人 我把手伸向恶魔 却发现在物理世界 人类也不能和恶魔有肢体接触 我摸不到他 但从恶魔一直贴在我身旁 可以得知 看来想要降魔 我也只能进入镜面世界了 但我分明观察到这个房间 有四个摄像头 我明白我现在被人监控观察 如果我此时直接进入镜子 身体消失 那我也就暴露身份 我终于想到了方法 满嘴胡舟地开始靠近张镇 老张啊 咱们校花喜欢能上天的人 你醒来时候要是变成变异人 最好变成一个鸟人啊 那样你就能带着校花飞上天 和太阳肩并肩了 好队的手下已经快笑岔起 好队快无语死了 说着这帮中二年轻人 真搞不懂 而我手臂已经开始 穿起管理局警服 身子开始慢慢 背对屋里摄像头 左手手指开始缓慢 进入镜体 把右手藏在屋里 摄像头的死角 此时恶魔还在我身后 不是最佳出手时机 于是我拍拍张震 继续表演 老张啊 在你变成超人之前 我多给你拍几张手套 将来一张兑换一顿火锅 你没意见 终于恶魔飘到合适的角度 这个角度出手 就能掐住他的喉咙 于是 而此时监控势力 这小子咋了 拍着照咋好像还哭了 可能是之前 他和张震有过肢体冲动 这会儿比较自责吧 可宝宝心里苦 这个恶魔 力气好大 好猛 他竟想将我的手臂扭断 可他恶魔的力量 怎么能跟神体 我一找就抓碎他的脖子 做完一切 我从手机中抽出手 发现恶魔的碎片 竟被我带了出来 还贴附在了我的皮肤上 刚刚解决完恶魔 我的同桌 竟瞬间醒出 这不是捞样吗 我这是在哪 我告诉他在医院 但我没告诉他 这是军方的医院 他昨天在恶魔夺射时晕倒 被军方送到这个地方医治 医院扎毁 给我带梳口 就在这时 真枪核弹的军人 竟然冲进病房 为首的好队高度紧张 因为一旦被夺射之人醒了 一般意味着 此人已经被夺射成功 已经不是原来的人类 好队身上的恶魔 凑近我憨憨同桌 张震感应了一份 又狐疑的看了看我 而除我之外的普通人 在现实世界 看不到这些恶魔 我心里高度紧张 不知道好队 到底有没有被完全夺射 更不知道好队的立场 还是不是人类这个 最终那恶魔回到好队体面 告诉他确实只感应到 病人是普通人未被夺射 然后好队让所有人放下枪 又觉得不放心 对张震详细询问了一份 憨憨张震只是说 当时眼前一黑 有个长得和自己一样的人 要杀自己 接着就晕了 好队给医生一个眼神 医生转头 却对张震说抱歉 抱歉 为啥要抱歉 然后医生竟给张震上了电疗语 干嘛呀 你们抱歉 死我了 我看张震危险 就激动的要向前 可一支枪挡在我面前 那军人告诉我 那电流没有伤害性 并且在张震昏迷时 也做过几次 医生说一切正常 并未检查到未知能量体 我心里明白 他说的能量体就是恶魔 而此时的张震 已经快要晕死过去 他憨憨的灵魂 已经快要出墙 稍微清醒点后 他怒发冲关 你们不是人呀 你们要抱歉 死我吗 可医生拿着平板 对好队说 你看他心跳加速 血压上升了 好队说看来危险 还未完全排除 看来还得继续 打麻麻呀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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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大哥 终于一切结束了 张震脑袋被烫成了离子烫 我也明白了军方的良苦用心 一般恶魔未夺射成功时 会一直留在宿主身上 可当时我出手收拾恶魔时候 恶魔却和张震是离体状态 看来是军方在张震昏迷时的电击 把恶魔赶出了张震的身体 由于刚才的恶魔力大无比 于是我突发奇想 指着一个石吨子对张震说 老张你试试 能不能把这石吨子搬起来 老样你真是竹把姐 把烫成的头发那我都笑 但他听到我要请他吃火锅 就决定试一试 老样你杀了整场人 咋可能搬起来石吨子 爹 我咋搬起来了 我也弄明白了一件事 被夺射的人是被杀死后 变成另一个人并拥有义门 而在夺射中把恶魔干掉的人 也能继承恶魔的义门 我太了解张震爱德斯的性格 于是吓他说 老张你以后要学会 隐藏自己的义门 要不被医院那群人发现 还会拉你回去抱歉 可还有一件事我想不通 好队身上的恶魔没有死掉 而且好队看起来 也是一个正常人类 他是怎么做到 把恶魔降服为己所用的 可我和张震都不知道 我们此时被人跟踪了 跟踪我们的好别说 你也看到了 那个胖子搬起了一个石墩子 走 我们回医院 把电疗仪再升级一下 然后把那胖子抓回来 再检查一次 回到学校 我整个大屋里 张震单手举起一个书桌 和两个同学 嘚瑟大喊 看我贬成贬义人了 看我是打理税兽了 突然他想起我的教诲 心虚的看向我 可我此刻气的 想把他烤成猪牌 把他的猪脑扔进马桶 你们看错了 我没有贬义 我只是坐天睡的 比较厚 今天力气才有颠挡 就在这时 校花孙小梦走进五班 顿时所有男生眼睛都看着了 我们整个班都暗恋他一口 但他却静止走向张震 请问你就是张震同学吗 听说你成了变异人了 伦家最喜欢变异人了 张震此刻哽咽了起来 我能看出来他忍得很难受 加油老张 你一定可以的 千万别为女人折腰 没错 我现在是变异人了 单手可以吊达泰森的那中 我特么真是大无语 好厉害好厉害 那张震同学可以答应和我的约会吗 就在此时 我看到了同学的镜面手机 镜子中的校花 赫然是一个恶魔 张震同学一会儿能不能送伦家回家呢 伦家一个人回家每次都会好怕怕 大无语 真他们大无语 而且我能感应到 恶魔校花和好队身上的恶魔 给我的压迫感几乎一模一样 这两个恶魔给我一种感觉 如果和他们正面杠上 我可能会被瞬间秒杀 又狗狗又丢丢的校花 竟要和肥宅同学当机约会 可校花的本体却是一个恶魔 而她真实目的是为了得到肥宅体内觉醒的异能 但她俩的约会被我偷偷跟踪 因为死肥宅张震是我的同桌兼四大 机缘巧合下获得恶魔异能大力出奇迹 可校花身上的恶魔却比张震高出三个级迷 一切都是因为那天巨大的镜子入侵地球 每个城市上空也出现了巨大镜子 无数人被镜子中的恶魔夺射成为变异人 每个变异人都拥有奇异的异能 但他们其实早已死亡成为恶魔操控的木 而城市上空的镜子诡异无比 只能倒映出建筑和街道 照不出任何人类的神移 唯独我能从镜子中看到恶魔的倒映 于是我可以在西洋的人群中 用天上的倒影锁定校花的位置跟踪 可这时我手上突然散出恶魔碎片 这碎片是我除掉的第一个恶魔留下的 此时镜自动地朝着我手心凝聚而 紧接着一股能量暴溺而起 下一秒我竟被拉进一个奇异的空间 而我周围有无数面镜子围成了无数个同心园 我很确定这里不是镜面管理局的一空间 似乎是只属于我的另一个一空间 就在这时我手中的恶魔碎片化作一个能量光球 眨眼间他竟然飞走 竟然融进了一面镜子中 而那面镜子中竟然浮现了一个恐怖的人 他手上竟然还有胃干的血迹 下一秒他竟直接从镜子中走了出来 看着他的样子我高度紧张 因为这三年来我做过一千多次恶梦 每次恶梦中我都要杀死自己一次 而这家伙 就是第一次恶梦被我杀掉的那个我自己 我以为会面临再一次战斗 却发现对方摆出跟我一模一样的战斗姿态 然后我带着他做了一段广播底操 他竟然连手指的动作都和我没有一丝差别 这么说来我多了一个影分身 那这里的一千多面镜子 是不是有一千多个恶梦中被我杀死的我 就在这时影分身竟然说话了 他说没错 但我不是什么镜面人 你的一千多次恶梦杀死的是你的情绪 而我名为绝望 我终于从一空间里醒来 此时我才发现那个一空间存在于我的脑中 当我进入他我身体就会进入睡眠状态 我的突然惊醒吓坏了两个路人大哥 但我慌忙抬头看天 却发现已经失去了笑花和张震的封面 可谁料绝望静也跟得出来 可他是虚体状态 只有我能看得到他 他提醒我不要回头 有人在跟踪我们 我下意识抬头看天上的道理 静发现有一个人头马身的恶魔 正在街角盯着我 可现实中的他竟是警方的人 他奉上司好队的命令全天盯烧我 我和绝望躲进咖啡馆 果然他也装成路人在咖啡馆外面观察我 绝望说对方的状态很奇怪 虽然身上有恶魔 却未被恶魔夺射 类似一种共生的状态 我告诉绝望我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 他们不是普通的警察 被称作什么特别行动队来着 里边的成员全都控制着一个恶魔 而且很有可能是官方处理恶魔的特殊部队 就在这时盯烧的阿瑟接到一个电话 顿时他表情紧张了起来 下一刻他竟放弃对我的跟踪 匆匆离去 我有一种预感 对方的举动很有可能跟张震有关 当我拨出张震的电话 却发现张震已经关机 看来张震果然遇到危险了 而刚当的阿瑟很可能是因为笑话对张震出手 才接到电话匆匆出警 于是我对绝望说我们追上去 可绝望说我们就这样追上去太招摇了 你先到镜面世界来 于是我来到咖啡厅卫生间 穿上镜面管理局的警服 把手伸进了镜子中 绝望在镜子对面一使劲把我拉了进来 等我们走出卫生间 发现咖啡厅店主根本没有发现我们 绝望对我科普 我们现在的状态 现实世界的人根本不可能发现 正常情况下镜面世界的一切 只能被现实世界引起 必须随着现实世界的活动而活动 但我们穿着镜面管理局的警服 所以可以自由活动 而且可以出手干涉现实世界 然后我们骑着外卖小店 一步一会儿就追上了阿瑟 可阿瑟刚出城区就开始加速 此时在镜面世界中 他就是狂奔的野马 之所以出了城区才加速 是因为现实世界中 人们看到的他还是人类 如果他在人群中加速到野马的速度 会引起骚乱 他的同事已经早早在事发地点给他 出示地点是一个两层楼的废弃民居 由于我们被野马圆圆甩在后面 五分钟后才顺着马蹄印子打 这时我们发现野马阿瑟的同事 也操控着一只恶魔 他们说他们感应到 那个女学生身上的恶魔绝不一般 我心想果然笑花把张震绑到了这 野马阿瑟说张震现在很危险 这是一场硬仗 然后他朝着口袋中摸去 他竟然掏出一把枪 我心中一惊 笑花这个女恶魔果然不好对了 由于我和绝望此刻在镜子空间中 所以没有任何人能看到我们 而两名阿瑟在镜子世界中的道理 却是两个恶魔 不多是两名阿瑟决定出手铲除笑花 但这座房子里阴森恐怖 他们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发现一个巨型的胖子 那胖子像永远吃不饱一样正在舔盘 黄毛阿瑟拿枪指向胖子 可胖子的脖子竟传来摩擦声 他脑袋根部竟长出许多触手 下一刻他的脑袋竟掉到自己手中的盘子里 黄毛阿瑟吓了一大跳 刚要开枪却被帽子阿瑟拦下 帽子阿瑟说这应该是一具尸体 是被能力者变成这样的 他说人看起来已经死透了 我们上楼看看 此时我和绝望看的一阵反胃和恶寒 而我们在镜世界的视角下 竟看见那个尸体冒出一团雾气 而这团雾气连着尸体的脑袋 还一直绵延到外面的房间 我伸手去摸了摸那团雾气 却忘了绝望告诉过我 因为此时我们穿着镜面管理局紧 所以可以在镜中世界 对现实世界施加影响 果然现实世界中吊灯的吊绳被我碰断 吊灯喷的一声砸了下来 两名阿瑟立马持枪警惕了起来 可他们却什么都没发现 随后两名阿瑟来到二楼主卧室 而主卧浴缸里竟探出一只干枯的手 一个无头的女士竟悄悄在帽子阿瑟身后站起 下一秒阿瑟就被女士拖进了浴缸 阿瑟发现这女士力气超凡 她竟无法挣脱 马上就要溺水而亡 就在此时 我伸手拖住阿瑟的手 硬生生将阿瑟的手臂掰了回去 让她可以对准女士射击 阿瑟得救了 她嘴里小声嘀咕 莫非刚刚有高人在帮我 我对绝望说看来恶魔笑花的技能 应该是操控尸体 终于两名阿瑟找到了笑花所在的房间 果然 憨憨张震被笑花绑在这里 梅艳笑花为了补充营养 净绑了死肥宅同学 还说 宝宝乖乖听话 要为宝伦家才可以哦 而其实她的本体是一个恶魔 但我和影分身绝望隐藏在镜子世界中 所以能看到她尽忠恶魔的脸 而前来营救肥宅同学的两名阿瑟真身也是恶魔 黄发阿瑟祭出岩石手臂抓起台面浴盘 朝着笑花就砸了过来 与此同时兰依阿瑟一个俯冲逼近 可面盆攻击被笑花轻易堵过 然后笑花开始出手 顿时所有人注意力都集中在笑花身上 可屋里另一端却传来枪声 那一枪竟是从阿瑟背面射出 子弹朝着蓝衣阿瑟飞去 危机时刻我出手将阿瑟撞飞 因为我身处镜中世界 子弹直接从我身体中穿过 阿瑟心想 今天已经被神秘隐形人救了两次了 原来开枪的是上一集中的无头女尸 而笑花的恶魔一门正是操控尸体 好在岩石人阿瑟不怕子弹 一个俯冲将女尸从窗户撞了出去 笑花终于出手了 她竟拿起死肥宅张震当武器 死肥宅张震头晕目眩 死肥宅双眼泪如扑 泪花就像流星女 死肥宅张震被荡成炮弹丢了出去 笑花一击就把蓝衣阿瑟按进了衣柜里 笑花终于说出了她的目的 她绑了张震就是引诱特别行动对出手相救 然后她就可以抓住这些阿瑟吸收元能了 随着笑花使出吸星大法 蓝衣阿瑟身上的元能朝着笑花汇聚而来 阿瑟的皮肤渐渐失去光泽 而笑花脸上的旧伤却急速恢复 我心中焦急 于是将声音从镜中世界传递到现实世界 老张老张你醒醒 老样是你吗 于是我对着张震一通话聊 张震在我的话聊下真情爆发 哭得痛彻心扉 她大喊 孙小梦 那奶奶来推 与此同时我和绝望扣住笑花的胳膊 老张 撞她 我撞死你 你换我痛子神 等孙小梦倒地我和绝望把她死死摁住 可这娘们劲太大 老张 再来 此时张震被恨一逼发出钱 阿威十八世第二世 我左撕你 俺第一期娘妻就老样 谁知阿威十八世也没降服笑花 她怒发冲冠 你这个惊天大丑男 竟敢这样对老娘 亏老娘还让你品尝了那个 我咬死你个龟孙 你龟孙你才龟孙 论甲的第一次奔乱是要遛给人类的 就在这时恶魔笑花被一枪爆头 开枪之人正是兰伊阿瑟 阿瑟说谢谢你的阿威十八世 危险解除 对付恶魔必须破坏她的脑部 张震同学你也不用伤感 真正的孙小梦在被夺射的时候早就已经死去了 我悲伤 他把我的春节呛租了 我不再万争了 这时兰伊阿瑟对着虚空抱拳 大喊感谢前辈今日相助 他心想这位高人竟然能隐藏身心 屡次出手不留痕迹 实属隐姓埋名的高人大侠 我和绝望躲在他的身后实在尴尬 只听他说若以后有用得着晚辈的地方 我邓剑绝不推辞 你恶魔收拾了 高人也当过瘾了 我终于可以回家歇一歇了 也终于可以快快乐乐的缩泡面 吃饱喝足我走向穿衣镜 准备穿过镜子去管理局兑换功勋领取升级点 可我竟突然从镜面反光中看到了孙小梦 从他爆发的气息 我看出他已经对我恨之入骨 绝望也紧张了起来 他不是被干掉了吗 他是怎么脱身的 他又是怎么感应到我们的 我明白无论在镜面世界还是现实世界 我和绝望加起来成一时也打不过一个孙小梦 于是我暗声对绝望说 看来高人还得继续装 然后我学着高人的样子背起双手 大喊一声捏触 捏障你竟如此糊涂 你以为老夫为何帮你打发走两个阿神 任由你的残体逃走 浴室不带脑子 你还修个什么吗 宝子们快快在评论区打出欧夜你演技好吧 少年照镜子想看腹肌 下一秒却从镜中看到女鬼出现在自己身后 就在女鬼刚要对少年采羊捕音时 却看到少年像个高人一样背着双手 你这后背女娃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躲在老夫背后试探我 我白天杀掉你的屈窍便是帮你假死不是 避免你被他们真正杀死 可少年其实是在装高人 他早已吓得差点魂飞魄散 只是靠求生欲强撑的才演到了现在 可女鬼孙小梦已经服了 直接跪在少年身后 孙小梦心想对方若不是高人 怎么可能看到我的存在 装逼少年洋溢继续说 就这样一直跪着 想清楚老夫对你的良苦用心再起来 而就在一刹那间 孙小梦突然再也感应不到杨毅的存在 他竟发现杨毅在他低头时 大便活人 消失了 但很快孙小梦咬牙切齿地欺了一声 似乎已经看明白杨毅的手段 其实杨毅只是可以借助镜子穿梭 从任何镜面都可进入名为镜中世界的一空间 而镜中世界隶属于镜面管理局 只有穿着管理局警服的警员才能进入 很快杨毅来到间隙警员事交任务 这次他读面板比较认真 发现自己的镜面分身竟有1080个 只不过目前只激活了名为绝望的这一个分身 而且这分身的数量竟跟自己做过的噩梦数量一致 在噩梦中 杨毅1080次杀死过自己 然后杨毅看到任务结算 生情张震身上的恶魔紧得功勋一点 而仅仅是破坏孙小梦的行动就获得功勋十点 借因张震身上的恶魔只是破坏级 而孙小梦身上的恶魔是超凡级 超凡级竟然恐怖如斯 由于此次任务完成出色 系统为杨毅打开见习警员商城 可晋升正是警员要100功勋 最最基础的警用格斗技巧也要100功勋 妈麦劈你这坑人的系统 100个张震才能换格斗术 你咋不去抢 于是系统很失去 直接翻到杨毅能消费起的那一页 粹体液和强谷液事功勋可以买一滴 而原能液一功勋就能买一滴 资金有限的杨毅开始苦苦思索 粹体液只是小幅度提升身体素质 喝完一滴出去还是要被孙小梦念 强谷液没喝过或许会有奇效 而孙小梦袭击特别行动队的队员 好像是为了原能液 当时他好像是为了修复自身损伤 然后杨毅着重询问强谷液 系统说服用后可让骨骼坚不可摧 堪比神兵力气 杨毅心想我去那部就成金刚狼了 而系统还贴心提示 但是一滴强谷液分摊到全身就收效甚微 建议单独强化身体单一部位 让这个部位坚硬如铁 杨毅立刻愣住了 可是那里好像没有骨骼呀 况且就算能强化我也没女朋友啊 而当杨毅真的喝下墙骨液后 竟感觉周身骨骼正在寸断 我去冲他这么疼 效果也一定好 然后杨毅集中所有精力 将念头集中在拳头上 看歌到时候一拳打爆孙小梦 可是强化完毕后杨毅竟发现 最终只有一根中指被强化成不服的模样 随后杨毅给了墙面一中指 那威力竟然堪比现弹枪 难道这就是武林中的绝血 一指缠吗 但随后中指却肿胀的像沙包 而且刺痛无比 系统解释说只有骨骼被强化了 所以皮肤血肉该受伤还会受伤 该疼还会疼 无奈杨毅又用仅剩的一公薰 买了一滴原能液来喝 果然他的手指被迅速修复 可这原能液好像不简单 除了疗伤之外 还增加了身体各项属性 甚至还能感应到有一丝原能残留在体内 隐隐间在缓慢地继续改善着体质 做完一切杨毅找到回家的穿衣镜 但他却发现透过镜子看到的 却是自己家的天花板 这就让人很惊悚 家里的那个恐怖的孙小梦 应该是移动了镜子 随后杨毅穿上镜面管理局的警服 开始穿越 只是杨毅同学胆小如鼠 只敢露出半个脑袋 他看到家里已经被孙小梦翻了的底朝天 直到绝望说我帮你看查过了 他不在这里 杨毅才敢走出镜子 但杨毅说那个疯女人看起来 不像会善罢甘休的样 一定在家里某处藏站 要不咱们出去躲几天得了 在这个家里睡觉感觉像在演鬼片 可就在杨毅来到卧室 准备收拾一下外出的行李时 却从衣柜里的镜子看到了 孙小梦 原来镜面管理局的警员 只有借着镜子翻上 才能看到恶魔 孙小梦当时发了狂 你还要躲到哪去啊 高人 现在我确定了一件事 你只有通过镜子才能看到我 那么你刚刚是怎么从我眼皮之下消失的 不说的话 现在就捏死你 我说我告诉了你 你也会弄死我 所以你去死吧 于是孙小梦发狂开启悉心大法 要将我体内的元能抽干 可我敢跟孙小梦硬钢 却是因为我名为绝望的静孙圣 此刻藏在近世界里伺机而动 可绝望确认过眼神后 我开始对孙小梦认怂 孙下梦姐姐 哦不孙小梦姐姐 别吸了饶了我吧 我啥都交代 我用认怂吸引孙小梦的注意力 而绝望已经在镜中抬起了右脚 他曾告诉过我 可他却在近世界中摔了个狗坑时 要么是他腿反不尽 要么是孙小梦太猛太强太硬 孙小梦迷惑回头说 刚刚有个孙子偷袭我 可我背后只有一面镜子 哪来的孙子 就当孙小梦再次转身要吸我时 绝望从镜中对着孙小梦伸手回头套 但孙小梦却猛地回头抓住了绝望的胳膊 此时我和绝望才明白 我们还是低估了超凡及恶魔的战斗嗅觉 而虽然孙小梦抓到了绝望 却无法看到他 但孙小梦也感觉到了绝望 是从镜子里伸出的手 可是孙小梦还是犯了一个错 他认为我的异能是隐身 并可以穿梭镜子发动攻击 当他恶狠狠地说 如果我不告诉他隐身和穿梭镜子的功法 就要把我吸成萝卜干木乃衣食 我却悄悄来到了他的身后 孙小梦根本不知道此时有两个我 随后我用尽全身力气 擒拿孙小梦 一时间孙小梦吓得尖叫起来 没想到有一天 我一个偏偏美少年竟然能下轨 绝望快点弄死他 这老妖婆劲太大 我只能按住他几秒钟 然后绝望伸出左手 他左手中指竟发出道道炫光 原来我用强谷叶强化的中指 竟可以同时强化我的镜分身 只不过因为镜像关系 我强化的是右手 而镜分身强化的是左手 于是恐怖的超凡极恶魔孙小梦 竟被我的镜分身绝望的一个 核弹极脑瓜崩给弹死了 而杀内间孙小梦的残魂 被吸进我的体内 我的脑中竟开始出现 碎裂镜面的诡异场景 而上一次我解决掉 超凡极恶魔张震后 也是被动将恶魔吸入了体内 因此镜分身绝望才被唤醒 而我沉睡的镜分身 一共有1080个 而且我这次吸收的是 更牛的超凡极恶魔 所以我对接下来要唤醒的 镜分身的实力和数量 充满期待 出生了出生了 我从镜子里新生出了两个镜分身 这里的1080面镜子里 住着我的1080个镜分身 而我每次吸收恶魔的养分 都会解锁新的分身 好消息是 由于这次吸收的孙小梦很强 于是我近一次解锁了两个分身 可坏消息是 这俩老弟就像双打的茄子 有一种随时可以拉裤裆的虚弱感 由于我的每个镜分身 都是我曾在噩梦中杀死的一种情绪 所以解锁镜分身的过程 需要我看到这种情绪 而看到的过程 就像在看自己出演的恐怖电影 于是我看到一个阴郁的 我在郊外喊醒了我的哥哥 我看了看手机凌晨两点 于是我对哥哥说 你怎么能睡着呢哥哥 随我上天台来 我陪你一起欣赏世上最美的 凌晨两点的太阳 可哥哥来到天台的第一秒 便将我从天台推下 怎么会 被推下天台的怎么会是我 而我的哥哥 却在天台上狂笑着跟我告别 可突然手机信息提示音 在寂静的夜里响起 这突如其来的声响 竟将我的感知附在哥哥的身上 于是我看着被我推下天台的弟弟 喘着粗气说 这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 全是你的错 你不是我的弟弟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弟弟 平复了一分钟 心情我才有精力看手机 可手机中妈妈的短信很奇怪 她问我 问我一个人 一个人跑到烂尾楼上干嘛 我的大脑嗡得一下当机 我问我是一个人上来的 那那刚才的那个假弟弟 是谁 我又是谁 至此今天第一个 静分身解锁完毕 从静体里出来的那个 我还在浑身颤抖 口中一直念叨 怎么会 我怎么会是一个人 此时静分身绝望表示很绝望 她说眼前发抖的 分身名叫金矿 我说这会看起来 好像还挺废物的 然后绝望说 另一面镜子有反应 我们去看看另一个吧 而这个镜中 竟是一场诡异的仪式 参加仪式的 我紧张的左顾右盘 这时有个女同学 帮我戴上一朵白花 说你怎么这么晚 才来参加葬礼 我奇怪的问 葬礼 谁的葬礼啊 然后人们竟为我打开棺材 棺材里竟躺了一个死去的我 他们说当然是洋溢的葬礼啊 我大脑嗡的一声就当机了 我的 是我的葬礼 于是今天第二个 穿着西装的镜分身也解锁了 他嘴里喃喃着 我的 我的葬礼 于是绝望再次表示很绝望 并向我介绍说这个分身叫做迷惘 我都惊呆了 我问绝望就这俩货的 奏性活脱脱一个废物 如何在战斗中帮我们 绝望说别骂自己 所有的镜分身和情绪 其实都是你自己 绝望说目前来看 迷惘会屏蔽自我意识 惊恐会阻拦外界信息 想得他们沟通都费尽 显然这俩货在战斗中只会碍事 绝望说那没办法 只有你将屏蔽意识的能力 锻炼到炉火纯青才行 你要知道这俩货是没法沟通的 他俩的碎碎念是停不下来的 为了让自己清静下来 我来到镜面管理局 用干掉孙小梦的功勋点 从商城兑换处脆体液 于是我的各项属性 再次得到的小幅度提升 可我睡觉还是要回现实空间的 但我回到现实空间 就被惊恐和迷惘两个大哥联合双打 打得我脑人都快要蹦出来 这是我的憨批好友张震打电话给我 由于他被孙小梦绑架时受伤 此时还在医院住院 张震嘴里是存不住话的 张嘴就对我说下午的是谢谢我 可我立刻接起话茬 我说好你的老张半夜打电话给我炫耀 炫耀你跟斑花孙小梦约会了一下午 我说这些事在证明 张震被孙小梦绑架时我不在场 当时在两名阿四都对孙小梦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我和绝望已隐身状态 将张震从孙小梦手中救下 敏感的阿四肯定会感觉到蹊跷 所以他们一定会暗自观察张震的蛛丝马迹 而其实我猜得没错 两名阿四一直在医院对张震的手机进行监听 可此时的我脑袋被惊恐迷往俩或找到天翻地覆 还得强撑者不被张震这憨货带到沟里去 我心里狂喊呀 老张你妹的挂电话吧 别避避个饶了我吧 惊恐迷往你俩也饶了我吧 我特忙 造孽啊